现在老业的贷款额度事实上已经在检讨了 我们不久就会公布 但是基本上我们希望它还是要转做 老业毕竟过去在我们改良厂并没有在辅导中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要辅导 但是不赞成继续做 农委会主委曹启宏针对台东种植老花老业农民 采取不鼓励不辅导不辅助三部政策 但老花老业是目前台东产值最高农作物 有80%的族人投入种植及受雇 农民表示光是重建就已经花掉原本资金 拿不到政府的补助更是苦不堪言 那个我们的之前所赚的那个钱 全部完全都要投进去了 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有收入 从那个第一个台湖到现在完全都没有收入 到现在我们所有的钱都一直拿出来 已经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也是有做相关的那个申请 但是就是就是没有办法申请 农粮署表示虽然老花老业 归于风灾农作物受损项目之一 但目前还是鼓励及辅导农民 转做其他高稳定作物 我们是辅导他希望转做 那尤其台东县政府 他们又特别利用当时候的民间捐助的善款 然后他一公顷不是12万 希望辅导这些农民可以转做其他他认为 经济价值比较稳定的作物 就是我们要推广强固型的这些生产设施 所以也增加了一个设施辅导 提到如果鼓励转做也希望能提高转做补助金 记者老八八号台北台东采访报导